牙齊整片日本秋田和牛油花煮雪花斑分布均匀 纽约克部位适合煮锅 放进汤底涮个3-5秒保留粉嫩肉色 等不及一口塞进嘴里 想吃烤的也可以 牛小排部位后切0.7-0.8公分 适可烧烤 下烤盘烤到表面微微出汁翻面 漂亮的炙烧烙印 食指大洞 连锁餐饮集团和日本秋田县合作 进口日本秋田A5黑毛和牛 食友金米长大 柔嫩多汁香气浓厚 业者搭手笔引进高档食材 看好疫情后餐饮业复苏 营业额也是上升了5成 我们去年做了大概30亿 今年做了大概45亿 今年我们还会再开两个比较高端的品牌 疫情之后所有的餐饮它的成长幅度 都大概在两三成左右 大展店人力需求也大增 但目前餐饮人力短缺 业者也祭出调薪留住人才 也要吸引心血家住 像是竹间集团员工平均薪资 外场人员起薪四万 主管集直接从五万一起跳 整体调薪百分之六到八 同样也端出夹心牛肉 还有这一锅给无经验新鲜人的起薪 34k 外场主管给到五万五到七万元 今年十二月整体调薪最高到百分之七 不只调薪辛苦了一年 老板发给员工的年终也要包满意 最高的话其实来到夹心到三千三年终奖金 那全部有的话有高达到一千八百万左右 最低都有一点二个月 大概会发五千多万 调刑年终下重本 餐饮业疫情后谷底反弹 趁盛追击 也让员工回到好心情 TVG 李正成 李财引 罗一星 台中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 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